好的继续带领来关心马娃台风 今天就是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我们来可以看到代表风雨会最大 那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图 可以看到马娃台风目前呢 是位在俄伦比东方大约430公里的海面上 那它接着呢是会朝北 以及往北北东的方向来进行前进 那马娃今天终于走比较快了 它从昨天大概每小时走4公里 今天加快到每小时可以走到9公里 不过它的强度也是变弱了一些 因为它的中心的风速是下降到了 每秒大约35公尺 等于大概是12级风左右 那气象局也是预估今天越晚 其实马娃就会距离台湾越近 但是如果它的距离比较偏向东边 而且强度持续减弱的话 暴风圈持续缩小的话 最快今天晚上就可以有机会 来接触海上台风警报 那接下来继续带你来看 下雨的雨量会是如何呢 马娃现在距离台湾越来越近了 代表雨量也是越来越多的 那今天白天呢 其实在宜兰跟花莲的交界 可以看到红色的区块 就是雨量最多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除此之外 大台北地区 还有一些花东地区 以及南部地区 其实都会有一点点的零星雨势 那气象局也是针对了 北北极 新竹桃园 台中仪花等八个县市 来发布豪打雨特报 那比起上一报 是多新增了桃园地区 桃园地区的民众要注意了 那接着啊 其实到今天晚上 雨区就会再缩小 因为台风就会逐渐地靠近以及远离嘛 所以雨区呢 会大约落在 就是大台北地区 以及宜兰的部分 那接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明天的部分 明天的部分 雨区又再度缩小了 不过也大致上是 集中在大概北部地区 那至于强风的部分呢 其实今天啊 苗栗到台南 台东还有澎湖 也是被发了强风的警报 那都有可能会有 九到十一级的强震风 民众一定要注意哦 那我们接下来带你看下一张图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哦 是来自绿岛哦 因为啊 东部离岛其实就这次台风的首当其冲的地方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 绿岛的海边风浪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其实东部以及东北部沿海地区 离岛大浪都有超过三公尺以上哦 那当地的民众也是说啊 从昨天开始啊 其实就是狂风暴雨一整晚的 甚至啊 沿海甚至刮起了十级的强震风哦 那我们再把镜头转到蓝雨 我们可以看到哦 其实蓝雨啊 今天清晨 也是一度出现了六公尺的巨浪 那当地呢 也容易有十到十一级的强震风 是吓坏所有的人了 甚至还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渔船啊 也是在岸边绑着 但是也是跟随着海浪的剧烈摇晃哦 那雨势啊 也是一阵一阵的 那像台风雨这样下 因此啊 其实上面看到的绿岛跟蓝雨 今天都是宣布停班停个的 以免居民出现危险 至于龟山岛呢 则是延长封岛 将一路封到6月2号 也就是说礼拜五哦 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回国内本岛 我们可以看到哦 宜兰大鹏山区 都出现像这样的土石崩塌 看了真的非常的危险 甚至在山坡上的电线杆 也要掉落下来了 那土石也全部都坠落了 铺在马路上面影响了通行哦 那目前呢 现场是用三角锥先把路围起来了 那其实啊可以看到各地都传出灾情哦 马娃的风浪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下一个影片哦 往返屏东东港还有小琉球的航运业者 其实也是不敢大意的 他们至少有五家都是陆续宣布了 明天也就是6月1号要全面停航哦 因此可以看到今天哦 就有很多人开始加速在那边搬运物资哦 要来替小琉球做好防台准备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 其实目前啊 离岛的船班停驶是差不多35航次 那其实航空业也是有受到影响的哦 因为马娃台风影响了整体的天气 所以啊部分的国内线也是取消的 那以上就是这节的推补内容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期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